美国总统川普证实了 他已经批准对台售出 价值80亿美元的16V战机 新购买的66架战斗机 预计在2024年返台服役 加强东部的空防 而有意角逐2020大位的 总统蔡英文以及韩国瑜 都以新闻稿来感谢美方 我们支持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 但也担心香港的局势恶化 所以我要强调我们会关心 但是不会介入 看香港想台湾 蔡总统承说两岸和平 得靠国防实力 现在美国打算驻台湾一臂之力 美国总统川普批准卖给台湾 价值80亿最新型F-16战机 川普接受媒体访问时强调 对台军售将为美国带来很多钱 和很多工作机会 总统府发声明表示感谢 随后韩国瑜也大动作 以中英文新闻稿回应 感谢美方之外 更强调未来当总统 会继续强化台美关系 在AIT邀请下 韩国瑜预计9月或是10月访美 交换意见 而在外交竞赛上蔡总统抢先一步 蔡总统7月过境纽约受到高规格领域 台美关系升温不言可遇 今年正值我国大选年 美方两边不得罪 因此各党总统候选人访美 成为大选年的SOP 美中之间目前的关系处于一种竞争 甚至紧张的情况 所以台湾的角色就变得更凸显 换句话说在美中之间 台湾的立场是比较亲美的 或者是倾向中国的 美方会非常的在意 台美关系两岸议题成为赴美面试的必考题 前往美国交换意见 只是第一关 台美关系能不能拿到及格分数 决定权在美国手上 东西新闻在台北报道